好 其實呢 社會開始出現了反核四的聲音 是在一九八五年 政府宣布要新建核四的時候 而走過將近二十八年 核四呢還沒有完工 而反核運動也持續進行 也許是白色洋傘 也許是反核旗 不管拿什麼信物 三零九廢核大遊行 出現各行各業 與更多年輕臉孔反核 民眾在臉書分享訊息呼朋引伴 很多人獻出了第一次 反核四的聲音從一九八五年 政府宣布核四新建出現 一九八七年環保聯盟成立 與黨外力量結合 反核運動從此充滿泛綠色彩 兩千年民進黨執政宣布 核四停建 卻被立法院推翻 核四必須續建 讓奮戰多年的共僚居民失望透頂 也讓反核力道漸漸消散 一直到二零一一年三一一福島核災 反核才起死回生 成了人人關注的安全議題 這次民間團體原本預估大約三萬人參加遊行 結果來了七倍的人數超過二十二萬人 十六位極致於環保團體認為 兩年來義文界人士與各個團體不斷關心倡導 慢慢蓄積民間力量 並謹慎與政黨保持距離 終於把反核推向超越藍綠的公民運動 沒有政黨旗幟 只有反核旗 不必政治動員 公民自發參與 歷經二十八年 核四一波多折還沒蓋成 起起落落的反核運動 重整力量遍地開花 一路走來 見證著臺灣社會的民主轉型 滋養出公民社會的漸漸茁壯 記者 林靜美 許啟豐 謝啟文 台北報導